今天各大媒體 都針對蔡英文已經領表了參選 所以有很多的論證都出來 這是自由時報 那麼這小英再戰2016 重返執政民進黨準備好了嗎 在結論部分 他特別有談到一件事 蔡英文要怎麼表示 他跟陳水扁是不一樣的 他怎麼樣跟馬英九是不一樣的 那麼而且兩岸的這個政策 是不是可以讓他的聲勢 持續的長旺 秉睿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我想這個民調 我先解釋一下這個民調 因為目前大概就是 大家知道蔡英文宣布了 他登記了 所以昨天那個時間點 做的民調是對他有利的 這個當然是工作參考 將來等到國民黨的候選人 正式出現之後 再去做民調 是比較接近事實的狀況 至少接近民調當時的事實狀況 那蔡英文應該是現在民進黨內 大家共同認定 應該是會獲得這個民進黨提名的人 所以很多反對國民黨人 現在對他很有期望 所以大家是對他有一個期待的心理 不過剛剛衛中說的那些是不錯 因為的確有一些東西 他是必須要講清楚的 包括你的政策跟你的方向 那這個其實媒體也都有點到了 但是我覺得也不用那麼急 因為昨天是宣布登記參選 那他的登記參選之後 你才會看到他的政見 要看到他的論述 你也沒有辦法說在昨天 在一個登記 要去登記參選的過程中 把他整套的論述跟政見 全部都講出來 那太長了也沒有人要報 所以我是覺得說 基本上因為民進黨早提名有這個好處 早提名其實有他的缺點 但是有這個好處 早一點確定人選 他可以及早做準備 那這個做準備的過程中 除了這個組織面 要去拜訪的人之外 該去尊重的人之外 另外就是說他在政策面上面 他可以有多一點時間做準備 那如果提出什麼樣的大政見 他的配套 也要弄得清清楚楚 不要讓人家有疑慮 所以這個是時間上面 對他是有利的 那我個人認為說 蔡英文贏得 這個總統大選 最後的贏得的機會很大 為什麼 因為跟四年前的時空不一樣 四年前台灣民眾還在 還將信將於說 我們跟中國走在一起 對我們的經濟 會吃到大補貼 是不是有很大的幫助 可是這四年來 實踐下來的結果 大家發現說 原來太高近中國 可能會得到好處 但是也會得到一大堆的包袱 一大堆不好的地方 那中國的讓利 可能都是讓給買半利益 並沒有讓台灣人民直接獲利 所以現在在拿中國獲得經濟利益這一塊 要像四年前這樣宣傳來打蔡英文 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國家的主權巩固 他昨天登記的時候 也有強調這幾樣 要透明化 然後要清廉 然後要巩固主權 其實巩固主權 如果你認真聽就知道 要確立中華民國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一點是沒改變的 基本上我認為這是 這也就是台灣大多數人的意見 你現在年輕人 全國人民你做民調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叫做中華民國 這個可以認同這句話的人 我認為是超過八成以上 所以這顯然就是主流民意 那在這上面 也不能要變什麼多大的花樣 有一些東西 你可以稍微變一些花樣 主權正統這種東西 你不能變花樣 有時候你自己要當一個國家的總統 你如果這個地方過度模糊化 我個人 就以我個人來講 是反對的 我們可以在手段上 可以在接觸的方式上 可以更加的彈性 更加的包容 但是我們的基本立場 如果那是認定大家認定的共識 那是不能退縮的 你過度的這個模糊 反而也是不好 那所以我覺得說 在目前為止 我覺得我還是對他充滿了期許 那當然我們希望 這個要當總統的人 他不是光是只有這一塊 經濟要怎麼樣發展 如何參加TPP 整個世界上的經濟的潮流上面 我們縱然不是站在完全的發展主義 但是如何能夠讓台灣 可以繼續走下去 這一點也很重要 事實上我們最擔心的是 未來的國家領導人 經濟這一塊如果弄不好的話 可能很快就會兩三年後 也就罵聲四起的話 那執政反而是一個很大的包袱 執政是機會 處理不好會變包袱 叫馬英九 他執政了 他弄得這麼不好 整個國民黨都拖垮了 所以我們同時 我在這個地方 我也是跟威中議員 我要稱讚你 有職有量有多文 我們對於未來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 該提醒他的部分 要該提醒他 他做的我們不任何地方 也是要點醒他 我覺得這樣是對的 那如果我們大家都不互轉 大家都是用這個標準的 該應該要怎麼做的這樣子的原則來提醒他的話 他走歪掉的機會也比較小 那我們民進黨可能今天就會產生總統候選人 因為到今天下午五點如果只有一個人登記他就確定提免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除了給他祝福 我們也希望說他能夠拿出更好的政策 能夠把台灣未來的方向弄得更清楚 那這樣子的話我相信他可以獲得更大的支持 對 我們也等待他拿出更多政策 特別在經濟還有外交以及所謂的國防跟這些諸多困擾著台灣人的事件 不過回到一個焦點來看 幾乎藍營似乎都沒有辦法跟他做比擬 那年華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我先講一下蔡英文再來提一下藍營 藍營其實我覺得他們過完年之後大概才開始會有動作 我想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今天下午五點之後 蔡英文應該是唯一的登記參選的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 我想郭醫師大概不會 不是他拿不出來是他應該不會想浪費這五百萬 因為他跟蔡英文做民調是一定輸 雖然我也認識郭醫師 但是現實就是現實 他是一定輸 他一點贏的機會都沒有 那我來講一下蔡英文 其實我不擔心蔡英文的政策 就除了兩岸這一塊之外 其他的經濟財政各種政策 其實過去四年來蔡英文都在準備 其實我跟他聊過幾次天 我發現他對於很多現在台灣當前碰到一些問題 其實他都有一套他自己的看法跟他的想法 所以過去四年來在小英基金會 每個禮拜上課一到兩次 他都幾乎他都自己去上課 聽這些學者專家來跟他分析 當前國內跟國際同樣所遭遇的問題跟可能的對策 所以我覺得小英的政策 其實大多數已經成形了 只是時間還沒到 將來時間待會慢慢的把它拿出來 兩岸的這一塊我認為蔡英文的確是有他的想法 但是可能現在還不到出菜的時候 大概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你沒必要這麼早 因為連國民黨候選人是誰都還不知道 第二我們都知道在台灣選總統 兩岸的政策的確是會影響他 足以影響他是否會當選 那我們知道台灣這個國家小公婆特別多 除了說你必須跟美國稍微做一點溝通之外 所以我覺得兩岸政策應該不會那麼快的拿出來 那而且我同意剛剛吳委員講 就是說現在兩岸之間的關係跟四年前的環境有個最大不同 就是說四年前我們對中國的開放開放開放是有期待的 因為大家很多人想說 這樣我們可以生活過得好一點 可是經過四年之後我們發現原來不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現在也許 也許我不知道我的研判了 也許未來的國民黨也好 親民黨也好 如果親民黨有人要選總統的話 民進黨也好 他們的總統候選人兩岸政策搞不好 跟四年前比較起來 會相對是比較保守一點的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這幾年 其實因為這個和平紅利 是被少數人所拿走了 那短期內結構性問題 你無法解決的情況 有可能會轉去保守也不一定 其實我一直覺得 民進黨一直很可惜 就好幾位的總統候選人 其實都沒有去強調 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 其實我覺得台灣前途決議文 前兩句話就是台灣共識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它現在的國號叫中華民國 任何改變台灣前途 必須由台灣全體人民同意 我想這個親民黨也會同意吧 誰不承認現在國號 它就叫中華民國嘛 早期對民進黨人來講 要他承認中華民國是很痛苦的 可是他們的台灣前途決議文 大家已經可以接受了 就現在他國家就叫中華民國 我覺得這個就是台灣共識嘛 但是很可惜 小英在上一次的時候 沒有特別去強調 這個台灣前途決議文 那我是給他一點建議 我是覺得 其實就台灣前途的部分 兩岸政策部分 有可以模糊的地方 但是有明確的地方 主權的部分不能模糊 可是很多戰術上 有些事情不需要講得太清楚 因為你有些講得太清楚 雙方沒有想像空間之後呢 很多事情就談不下去 可是我是覺得主權的部分要很明確 那個就沒有什麼模糊的空間 馬英九當時搞了一個什麼九二共識 感覺上是把主權都模糊掉了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的部分 大概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他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在整合立委的提名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為什麼民進黨 這次提名可能要必須往前提的原因 因為可能會有很多的立委的選區 包括會有公民組合 或者說其他的非藍非綠的力量 他要出來選 那這個其實 因為他又是黨主席 又是總統候選人 他責無旁貸必須要去整合 這個整合需要花很多的功夫跟耐心 所以我想在前面這個階段 也許到今年的大概五六月之前 可能蔡英文大多數的時間 他必須再整合這些立委 各選區的立委提名候選人 因為大家有個共同目的 就是不要讓國民黨過半 就不要讓國民黨過半 我想這個不管是民進黨也好 親民黨也好 甚至很多無黨籍的朋友也好 應該這個是大家共同的目的 那如果大家有這個共同的目的 其實就有合作的基礎 那國民黨的部分我覺得 最後我觀察最近這幾份民調 其實有一個特色 就是告訴吳敦毅說 你不要再想我了 你差人家太遠了 差太多了 那唯一的希望看起來 唯一跟蔡英文有拼的人叫朱立倫 那我想過完年之後 黨內開始會用盡一切的力量去拱朱立倫來參選總統 可是朱立倫 他面臨到兩個嚴重的問題 第一個是他自己講過 而且講過不止一次 這一任連任新北市長會做滿 而且會做好 那就表示2016他不選了 第二如果真的被逼到去選的時候 他面臨新北市長要不要辭職的問題 他如果不辭職 我跟大家保證 如果朱立倫代職新北市長去參選總統 我跟你保證他一定選不上 那他如果辭職了 那面臨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新北市長補選可能會在總統大選之前 請問國民黨現在誰敢有把握說 新北市長補選國民黨一定贏 即使你派侯友宜出來選 都不見得會贏 所以如果說在總統大選前 新北市長先輸一戰 那總統還要選嗎 所以我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的研判 我還是覺得朱立倫參選2016總統 機會真的非常非常低 我覺得最後大概可能就是吳敦義 雖然他的民調現在看起來很低 但是吳敦義向來把當總統 當作他這輩子的志願 就是選總統當作他這輩子的志願 所以我覺得最後國民黨 可能還是吳敦義會出來參選 而且他如果真的國民黨提名他 他的民調也不會像現在說 只有十幾趴 大概至少也有30趴左右開始起跳了 好接下來我們看藍營到底有什麼動作 因為蔡英文已經就戰鬥為止 我想藍營應該也不是省油的燈 等會我們這個台桌面 電視牆 也有這次藍營的動作 我們廣告後來解讀